哈嘍大家好我是大師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IG FB Twitch Bilibili還有Discord 天天節台服 在今天1月5號晚上的時候呢 公告這個先見聯動的 確定的消息 雖然上一半你就暗示了啦齁 好那終於終於等了很久 先見終於來了 那這次呢 資料片更新的獎勵呢 直接給你五個實境 直接給你五個齁 然後再來就是 資料片更新內容齁 就是先見的 這三位角色 李小瑤、趙麗爾跟林月如 然後有一個現實的活動 夢迴仙劍 然後 那內容的活動齁 內容活動的話 在這個夢迴仙劍裡面呢 我非常建議大家 一定要把劇情從頭看到尾 呃 我覺得這次的 仙劍的活動劇情呢 做得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你是有玩過仙劍系列的玩家們 你玩這一段劇情 我覺得應該會很感動 哈哈哈哈 我自己是這樣子 好再來 那聯動劇情的部分可以完成 活動劇情以及挑戰 可以獲得對換道具 那對換道具 可以在他的活動上方 可以對換絕品的 英靈李小瑤的行外傷魂 那 累積到60個齁 就可以獲得這個 英靈李小瑤 簡單來說就是送的啦 不用抽 那同時可以在活動上方 換這個 靈運石、時之運 跟太旋石等等 然後他這邊有沒有特別講 那個 施地坡劍神 那李小瑤的那個技能啊 大師的影片已經上了齁 所以大家可以去 大師的頻道去看一下 好 林月如也有上片了齁 那趙麗兒還沒有上 不過應該會 明天或是今天就會上片吧 好 他 他沒有特別講那個 施地坡劍神的是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 光鋒季月齁 然後 累積儲持或購買3點內的禮包 到達指定的額度 可以獲得對應獎勵齁 可以拿到連星羽的頭框 然後跟 喔 還有全新的限定時裝 林月如的跟趙麗兒 然後再來是通關文碟的仙劍特別版 1月6號更新之後到2月16號 那完成活動任務 然後提升通關文碟位階 可以獲得 李小瑤的喜歡傷魂 隨機隨機的絕品魂石 名聲等等 然後升級啟動優名行者 完成活動的話 可以額外獲得 李小瑤的喜歡傷魂 而且還有這個 啟動百無禁禁的齁 可以獲得祥瑞外觀齁 我個人覺得不用 我是覺得可以不用升級 好 除非很喜歡那個 碟鏈才藝 好 那新增優化的部分 見面跳轉 體驗優化 神龕位頭部 神龕位頭 步驟精簡化 OK 自動挑戰環境時 可以一回 喔終於新增了 自動挑戰奇遇關卡時 可以第一回 這邊兩個都加了 那那個速度還沒有加喔 戰鬥的速度 還沒有加 然後再來就是禮包的部分齁 前面兩個都一樣 後面就是李小瑤 趙玲也有跟 林月魯 林月魯50階直升齁 好 我們直接看後面的 前面應該都是 沒什麼批用的東西 好李小瑤50階直升齁 990塊 然後 呃 可以得到 升級50階所需要的經驗 五內兵刃 集成材料等等 990塊就看各位啦 我自己是不會購買的 然後另外一個 先元寶箱獻購一次齁 購買之後可以獲得 限定飾品爆牙手環 跟非限定飾品 天窮建議 靈蛇金濁 那爆牙手環 僅在孟迴仙劍連動獲得齁 看起來是 我看一下 使用群體絕學的時候 自身兩圈放我裂 每多一名敵人 傷害提升5% 就看 像泰斯 好像也蠻適合這個 泰斯 可以裝嗎 尼月如 有尼月如的大招 像掌農捲 跟乾坤一指 都是AOE 當然 我覺得啦 就是他都說是限定了 那你買這個 你要去拿非限定的飾品 幹嘛 我如果是我買的話 我會選爆牙手環 他沒有特別講 死底波劍神的 因為他有一個死底波劍神的活動 就是操控一下 我去砍那個蜂蜜 那個不蜂蜜 砍蜜蜂 跟蟲 好 那今天的消息就這樣子 那我們明天 就來期待一下 這個仙劍連動的劇情的部分了吧 希望我的頻道 請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的IG FB Twitch Bilibili還有Discord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拜拜